一群人在一艘封闭的邮轮里 却发生了两次谋杀案 就当他们开始接近真相的时候 却出事了 法律顾问跳海自杀了 而最伤心的人是酒店的主管 就在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会跳海 女警找到了他 让他尽快恢复酒店的电力供应 看来他要等一会才能悲伤了 一大堆的是需要他处理 就在这个时候 安娜看到了伊莫金 想要进入法律顾问的房间调查 伊莫金也让安娜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不然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安娜说 他知道的伊莫金也都知道 而在房间里侦探也在里面 就在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时候 安娜把消息告诉了父母 然后带着父母离开房间 要去人多的地方 而就在这个时候安保却出现了 他是从牢房里跑出来的 而要是是伊莫金偷偷给他的 他挣脱掉看守后 就找到了苏妮 而这个时候主管也找来了 原来他是找到了一个线索 就是那个红酒的酒塞 而酒塞有个洞 说明法律顾问的死是被毒死 而不是自杀的 而苏妮被质问 为什么要和维克多合作的时候 苏妮也恨自己 他完全是被蒙蔽的 主管把法律顾问被谋杀的事说了 说明船上有维克多的爪牙 他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很危险 所以他们把苏妮给放了 因为现在要想启动电力 需要下船去找救援了 而在大唐这边 安娜家族和陈家也发生了不和 因为安娜的父亲不懂中文 所以被陈家奶奶给笑话了 所以她也被气走了 而安娜可不愿意离开 因为她想要让陈家能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职位 但是陈家奶奶拒绝了 理由非常的意外 因为安娜并不是她父亲生的 说着就只像坐在旁边的牧师 这个消息就是牧师泄露给陈家奶奶的 此时两个子女简直无地自容 母亲的丑事被当众揭露 母亲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出轨了 但是她还是爱着这个家族的 安娜的情绪已经彻底失控了 因为她失去的可不是女儿的身份 还有她所有的未来 所以她对着母亲质问 说吧 到底谁是我的父亲 是不是那个清洁工 母亲说 她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安娜忽然想起来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就是法律顾问 安娜弟弟在对比安娜的长相和顾问的长相 一下就全部明白了 原来安娜的父亲是跳海的顾问 母亲也当众承认了 解释自己当时是寂寞了 一时就做错事了 但是这个可把安娜给彻底绝望了 而陈家人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一切 弟弟也一时无语了 因为如果姐姐不是亲生的 那么自己又是谁生的呢 又是一个无法直面的问题 此时母亲只能骂了牧师一句 就匆匆离开客厅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伊莫金也正好走进来 而她在法律顾问的房间里 终于记起来一件事 那就是她妈妈被杀前一天 在餐厅见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就是周长 之所以见周长 就是她有很重要的线索 想要举报 但是周长那边对伊莫金的母亲说 那些证据没有用 而就在第二天她妈妈就被炸了 而那些举报的线索里 有一个是关于陈家奶奶的 因为陈家奶奶曾经就是她母亲的证人 所以伊莫金找到陈家奶奶 直接询问 我妈妈当时在举报一个人 而她的证人就是陈家奶奶 陈家奶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50年前 她和自己的丈夫认识 并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10年后 他们的工厂来了一批新的面料 这些是有毒的 而她的丈夫也因为接触这些面料而去世 所以陈家奶奶就发誓 一定要报仇 所以她建立了自己的服装厂 20年后 伊莫金的母亲找到陈家奶奶 而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举证这些毒面料 这个时候伊莫金忽然质问安娜 你父亲是不是全部都知道这些毒面料的事 安娜想要解释父亲并不知情 但是伊莫金此时已经把所有的罪 全部推向了伊莫金的父亲 说就是她谋杀了自己的妈妈 就是因为她想要揭露他们毒面料的事 安娜说 没有 伊莫金此时已经坚信自己的推断了 所以她立马走出去 寻找正在甲板上的安娜父亲 直接就质问 是你 你杀了我妈妈 安娜父亲却表现出痴呆的状态 此时安娜也走过来 拉走了伊莫金 对伊莫金说 父亲的老年痴呆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她一直不让任何人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安娜说 父亲不可能是凶手 她把自己的公司送了出去 而她都没有意识到 所以她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来谋划这些 但是伊莫金还是怀疑 安娜父亲的老年痴呆是现在才有的 而十年前的她肯定就是凶手 安娜解释说 不可能因为父亲爱你妈妈 并对伊莫金说 如果你真的以为父亲就是凶手 那么就拿出证据来 伊莫金再次走到安娜父亲的面前 然后说自己就是妈妈 这个时候安娜父亲忽然责怪她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然后说 你为什么要逞能呢 做什么英雄呢 伊莫金学着母亲的口气说 因为你当时在毒害人 很多人因为你们的毒面料而死去 安娜父亲开始发怒说 有很多穷人需要工作 我试着向你解释了 但是你根本不听 你为什么不住手 伊莫金知道快要掏出关键信息了 就继续说 我只是做了认为是正确的事 你对我做了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安娜父亲忽然对她说 我打了一通电话 然后就杀了你 我很抱歉 安娜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整个人都傻了 伊莫金也待在了当场 而在另外一边 侦探和女警正在对服务员审问 因为就是她把这瓶带有毒的红酒 送到指定的房间 所以就是她毒杀了州长和法律顾问 但是她解释说 自己没有做 她只是按照一个客户的要求 把红酒送到指定的房间里 那么是哪个客户要求的呢 谁也没有想到 下令的人是安娜母亲 而她并不在客厅 画面先回到伊莫金这边 这个时候侦探找到伊莫金 伊莫金把刚才发生的事和侦探说了 侦探说 你现在知道真相了 你准备怎么做 伊莫金说 即使把她送进监狱里 她也意识不到了 侦探说 你从来不是为了你妈妈 所遭遇的事寻求公道 而是想让你妈妈复活 那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到安娜的嘶喊声 当所有的人赶到泳池的时候 安娜的母亲已经死在了泳池 安娜悲伤地哭泣着 而天空中一架直升机正在盘旋 而在苏尼这边 他们想要乘船离开 寻找救援 但是他们的小船 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而他们也听到了炸弹的声音 这个炸弹足以把整个邮轮给炸毁 直升机下来的人 非常快速地控制了局面 而来的人就是替维克多卖命的神像 炸弹多卖命的神像 Gather the guests We are going to play a game